花蓮市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姬市 缔结姐妹市已经有40年了 日前阿布奎姬姐妹市基金会花蓮委员会的主席沈玉琳 副主席许如斌也特别来到花蓮市公所 拜会了市长魏家燕 期盼未来可以在教育文化观光方面来做进一步交流 来强化彼此的深厚情谊 花蓮市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姬市 缔结姐妹市已经长达40周年 在日前阿布奎姬姐妹市基金会花蓮委员会主席沈玉琳 副主席许如斌专程前往施工所执政纪念牌匾 由市长魏家燕代表接受并回赠玫瑰石匾 象征两市之间的友谊长存 今年是我们花蓮市跟我们本地的亚伯古籍市 阿布奎姬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这两市缔结姐妹市40周年纪念 我们是1983年缔结的 正好又是在疫情过后 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这边 第一点来庆祝这个40周年的活动 也来见一下卫市长 卫市长新上任 还没有见过 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促进两地的交流 教授此行的目的 是希望我们看看 有没有机会再做一些双边的交流 那或者是扩大40周年的一个办理一些活动 那让两市可以更紧密 那原则上我们会看看明年有没有时间 会带着我们的主管 还有我们的市民 然后可能到回访到我们亚伯古籍市 或许我们可以看看 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借进 阿布奎基市位于美国中部 是新墨西哥州人口数最多的城市 丰富的自然景观及美国伊丁安文化 与华联市的天然美景及原住民文化相似 期盼透过这次的会谈 能促进双方教育文化观光上的交流 也提升华联市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记者许立琴欢迎新报道